再不玩就黄了 再不玩就黄了 得赶紧玩了 这是那个PVA PVA1788焦粉 做的那个水弹籽 它很脆 加了很多甘油 也是无济于事 而且打开盖的一瞬间 有一股 有一股非常不清新的味道 就像是那个水放久了 稍微有点发臭的感觉 但是这个焦呢 它还没有坏 就很奇怪哦 可能它唯一的缺点 就是成本低了吧 这一盆做出来 可能两毛钱 已经放的不太透了 因为手上有护手霜之类的 就进去倒两下嘛 这个泥就会污掉 就变污了 但是这个颜色也还好 白两粉色 戳起来是挺舒服的 笑复伴们 我吃巨资 买了个12 Pro Max 512G 花了我两个多月的工资 我目的就是想让视频 看起来高清一点 因为我都是用原相机拍的 就是平常手上的瑕疵 汗毛血管 指纹都是看的 掌纹都是看的一清二楚的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史莱姆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长得比较模糊 我希望像素能稍微高一点 能够提高一下观感啊 结果我那天回头 翻自己发的视频的时候 发现有些视频它很模糊 甚至还出现了像素块 而且我看了一下 我发现我用我原来的那个手机8P 和用我现在买的这个手机 录出来的视频 发出来到平台上 一压缩 效果几乎是相差无几的 我突然就 我突然就觉得 我突然就觉得这一切努力没有意义 瞬间给我一种天崩顶顶的感觉 我这两个月这么卖命的打工 我图什么呀 我就图一个 我就图一个 我做一个高兴4K视频 给我自己看的嘛 除了我谁都看不到 皇帝的新视频 皇帝的新手机 除了皇帝自己得到了心理安慰 别人都啥屁都没看到 我自己感觉录出来的视频 是比之前效果要好的 就是那时候搭出来那个泡泡 就是泡泡上面的那些细微的小泡泡 就是像素高一点都能看到 但是啊 但是它就是往这个平台上一发 然后再一压缩 它就不行了 它就被打回原形了 我录一个视频 最多有1.5个G 少则七八百M 这太蛮横了 这太蛮横了 我今天一下午也跟客服聊了 也有一些视频 也就是又重新下了笔 麻婆豆腐汤 麻婆豆腐汤 少辣少汤 配上一碗米饭 这个真的太像麻婆豆腐汤了 我饿了 这一切又毫无意义了 果然还是吃饱肚子最有意义 我以后决定用那个B剪 不是啊 对叫B剪 然后直接就是 用那个上传 我也想让大家体验一下 Suki 就是你不光能看我玩 你还能帮我看手相 我这手心里的生命线有多长 你们都能看得清 我的生命线 婚姻线 爱情线 事业线 都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我想摇那种感觉 我这样看感觉我的手好像一个白骨啊 今天的麻婆豆腐到此结束了 希望小伙伴们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要去跟海量的视频素材 拜拜